我跟洪主席也不认识 可是洪主席第一次演讲 我就觉得洪主席应该是我们国民党当然的领导 而且是我们国民党未来的希望 因为我记得洪主席在第一次发表 在记者面前发表竞选谈话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我深深的受到了感动 洪主席说我们台湾总不能让诈骗集团继续执政吧 这句话第一个有道理 第二个听起来气壮三合 尤其在当时国民党士气低迷的时候 主席有这句话振奋了很多同志的人心 今天我讲这个党产问题 我想我先吹个牛 我可能是全台湾最了解民进党的人 为什么我敢吹这个牛呢 因为我经常冒了血压高的威胁 冒生命的威胁 研究民进党 看民进党那些烂书 因为我原来血压就高 看那些烂书以后血压会更高 可是为了了解民进党 为了了解这个党的来路去脉 以及他们思想的一些脉络 我就忘了生命的危险 经常看他们的烂书 所以我对民进党的了解 是用史学方法 花了大量的时间 看了大量的资料 得到的结果 他们对党产的污蔑 对党产国民党党产的抹黑 不是一天两天了 可是国民党因为 因为长期的忽视这个问题 所以极非成事 党产好像变成国民党的一个原罪 而且起身为国民党辩护的党员呢 由于缺少资料 缺少对历史的认知 也不知道什么辩论 那么我在这里 简单的 把这个我对党产的了解 对党产的研究 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我所谓的研究 我很负责的告诉各位 我们国民党的从政同志 以及媒体 我所谓的研究 都是根据原始档案 原始资料 没有一句话 没有出入 没有一个资料 没有来历 我也相信我的言论 经得起考验 我也欢迎不同意见的人 对我挑战 那么这个党产呢 大概分为几个时期 因为时空的变化 历史的变化 它有不同的状况 第一段时期呢 就是新海革命到北伐 成功的这段时期 这段的时期 所有的费用 从新海革命到北伐 国家所有建国 这个统一 这些费用 通通是国民党出的钱 没有花国家一毛钱 因为当时的政府 是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不可能 补贴国民党 所以这段时间 所有的钱 都是国民党募捐募来的 或者是缴党费 缴出来的钱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从这些资料里面呢 可以看出来 大量的先烈先贤 毁家疏难 把所有的家产都变卖光 来投身革命 最后甚至于 牺牲了个人的性命 这种故事非常非常多 那么第二 被西方人 丑化 污蔑的 孔宗家族 实际上 是当时 相助革命 出钱出力 最多的两个大家族 他们原来就很有钱 比如说 我看 讲公日记里面 就有一条 说 有三千支 德国步枪 到了广州 大概十万发子弹 到了广州 而这个三千支步枪呢 跟斯瓦康子弹的钱呢 已经由宋子文 先行垫付 所以在那个时代 国民党 买武器 枪戒的钱 都是宋家垫付的 那么宋家 长期被污蔑 没有证据的 胡乱指控 什么四大家族 什么一个 一个黄金风暴 他就A的三亿美金 种种 所以在宋子文死的时候 美国启动 联邦调查局 调查宋子文的财产 调查宋子文的财产 他不是为了政治目的 而是怕 宋家逃税 假如几亿美金的 资产 那么在这个 继承当中啊 可能会逃漏掉 遗产税 所以美国启动了 联邦调查局 查他的家产 查的结果呢 只有130几万美金 只有一栋房子 那么这个新闻出来以后啊 震惊了全世界 大家都没有想到 所谓贪污家庭 腐败家庭 中国四大家族 把国民党搞垮的宋家 居然只有一栋房子 只有130几万美金 所以很多对孔宋家族的污蔑 这个由于这段历史的公布 这个他们遗产 美国调查遗产的结果 令很多人死学家跌破眼镜 那么再举个例子 民国19年7月19号 当时中原大战 打得最厉害的时候 由于孙殿一坚守着重 战况不利 战况不利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钱 宋子文勉为其难的 担任了财政部部长 四处张罗 张罗到最后呢 三重水尽 宋子文也很泄气 他就不想干 他就辞掉了 他同时用失踪 来显示他辞职的决心 结果后来宋美宁找到他 找到他的时候 给他一碟文件 一大碟 他说这什么东西 他说这是我个人拥有 跟我家拥有的房地产 股票有价证券 他说你把它统统拿去卖掉 宋子文说干什么呢 他说卖掉冲做军饷 因为当时国民革命军 军饷发不出来 他说你拿去冲当军饷 宋子文真的何必这样子呢 他说因为这个战争 假如发不出抢来 必定打败 假如打败的话 他说 蒋先生一定会自杀 他说他要死的话 我也会跟着寻国 他这样一个局面 我要钱有什么用呢 后来宋子文听了 非常非常的感动 感动之余呢 他就打消了辞职的念头 然后四处张罗军想 到最后 中原大战打赢了 那么国家奠定了一个 统一的基础 另外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们从蒋的一个好友 张静江先生 那么很多人都知道他 他是一个党国元老 可是他是残罪 他一生不求名不求利 在他一生当中 无数次的捐款 在政府为难的时候 在国民党需要的时候 经常做大底的捐款 一捐就是五万大洋 十万大洋 不知道捐了多少次 张静江先生 他是一个忠实的党员 一生不求名不求利 那么另外再举个小例子 何成俊邪人 他是不扣不扣的党国元老 在辛亥革命的时候 他就是黄兴的部下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 黄兴做军令部部长 他就承认 曾经任黄兴手下的一个司长 后来他做了 国民革命军的总参议 后来又做了湖北城主席 在抗战期间 他做了 这个军法处的总监 上将总监 那么他曾经把他所有的家产 交付国民党信托 他的家产包括房子 包括土地 包括很多很多的资产 交给国民党信托干什么呢 他说所有的收入 抗战期间 所有的收入都捐给国民党使用 他自己一毛不取 那么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国民党党员 也就是说 在抗战建国时期 所有的国民党的钱 不是靠捐来的 就是靠党费 募集来的 错来的 那么所以在这个当中呢 国民党一直是闹穷 一直缺钱 我们看党案 不管是党事馆也好 国事馆也好 有大量的资料 证明国民党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党 而为了凑钱 为了缴党费 那么我们的当时的总裁 蒋介石先生 也曾经多次为这个事情出面讲话 劝党员多捐款 所以在抗战前 无所谓的党产 因为所有国民党的活动 都是为了国家 而当时没有办法 从政府拿到一分钱 一毛钱 所有的费用 都是党员的党费 跟热情党员的捐款 另外在抗战建国时期 当时的情况 一直到台湾 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国家的处境 是党政不分 党政不分是一个历史的产物 是一个当时历史的必然 那么现在很多人把党政不分 拿来看成国民党的罪状 这个也是魅于当时历史的一种说法 一种污蔑 实际上当时国民党最大 国民党的人最多 国民党的人才也最多 在政府担任重要职务的人也最多 而当时的国民党筹措党费的 一个筹措经费的唯一的目的 就是党务经费 党务当时做哪些事情呀 比如说做情报 做文化宣传 做一些教育活动 种种种种 实际上严格的 我们从现在的党量看起来 当时的所谓党务 就等同于国事 党务跟国事是不分的 而很长的时间 国民党花的这些钱 是为国家 为整个民族花的钱 国民党从来没有 跟政府算过账 也从来没有 用这个理由来表功过 所以这个状况呢 我希望各位从政党员 要非常了解 就面对党场问题的时候 除了党的来源之外 我们要认清楚 我们的钱怎么花的 党费花到哪里去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观念 很多人不清楚 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变得很自卑 我在这里很负责任的 跟各位讲 不必自卑 国民党党产的 由来也好 实用也好 可以用光明正大的 几个字来形容 后来抗战胜利以后 那么来到台湾 我们光复了台湾 光复台湾以后 因为台湾地形 情况特出 因为情况特出呢 所以当时 陈寅跟中央政府 决定台湾暂时不设审 设长官公署 长官公署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所有行政 司法 财政 各种权力 集中在长官一个人的身上 为什么集中在他 一个人的身上呢 因为当时中央的考虑 台湾是新富之地 归富的富 新收回来的一片土地 老百姓是不是认同祖国 不知道 治安会不会有问题 不知道 所以给长官公署 特别大的权力 可是很遗憾的 我们派来的 长官公署的首长 陈寅先生 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 非常能干的官员 可是他误判了台湾社会 他也误判了台湾人 那么党场问题呢 就变成一个纠纷 这个纠纷呢 从我花了若干年的时间 看到很多很多 一手的资料以后 我赫然发现 所谓 国民党A日产 是一个 漫天大火 是一个谣言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了太多资料以后 发觉 陈寅在接收台湾 党场的时候 只接收了 19家戏院的经营权 这些19家戏院 是戏院的股东老板 当年是日本人 后来光复以后呢 其中有三家 转让给民进党 所谓的劣势 林茂生先生 他是三家戏院的老板 那么国民党接收了 这个19家戏院以后呢 只是经营权 原来的股东 还是股东 那么国民党每年 或者每个月公布账目 然后原来的股东 还可以分到钱 那么陈寅的政策 对于日常怎么处理呢 它有两个大原则 第一个 假如这个财产 是日本官方的 就由长官公署没收 变成中华民国的财产 假如这个财产 是日本私人的 那么陈寅就规定 这个私人财产呢 一律公开开卖 原住户有优先成购权 假如原住户 放弃成购的话 放弃投标的话 那么您可以申请到 三年以内的修缮费用 也就是陈寅的日常办法 公布的日常接收办法 非常合情合理 可是这个当中呢 有很多很多的皇民分子 就发国难财 勾结日本人 A了大量的房子跟土地 这个我怎么会知道呢 因为A的太多了 太离谱了 他们A这个方法 就是做假合约 倒田日期 那么实在太离谱了 所以有六个本省人出面 告这些皇民家庭 那么皇民家庭呢 这个资料 我查了两个家族 几乎完整 他们提出的告诉书 法院驳回的理由书 他们再上诉的理由书 种种非常完整 可能查了一半 我们突然实行了一个恶法 叫各自法 打难局就根据各自法的理由 突然停止 供给我资料 可是目前我掌握的资料 已经足够 当时皇民化家庭 发国难财 A了大量大量的日产 某一个家族 光是房子就A了一千多间 土地A了一千多起 后来有六个本省人出面告他 这个官司一直残送到成城时代 告这个皇民家庭 后来政府不受理 该告厂公公署 后来又告台湾省政府 后来连行政院都告 告什么呢 告行政院肚子 明明知道他们舞弊而不处分 他们说的理由书 非常非常正确 就是说当年民国三十四年 八月十五号以前 日本投降以前 美军天天轰炸 天天轰炸的时候 逃命都来不及 你怎么会买那么多土地呢 你怎么会买那么多房子呢 你难道会算命 算到八月十五号日本投降吗 所以显然这个合约是假的 转容书也是假的 所有的文件都是假的 可是后来没多久碰到二十八 碰到二十八以后呢 政府认为这个是小事情 而且当时为了台湾的安定 为了便于统治 国民政府在当时也笼络 这些黄民化家庭 笼络的结果 不依法处理的结果 今天捉贼的反而变成贼了 这是历史的一个讽刺 很好笑 可是呢 我们要正视这段历史 我们不承认要 除了我们党员同志之外 让社会大众不承认 在接收台湾的时候 国民党A的大量的日产 没有这回事 国民党只接收了 十九家戏院的经营权 这个档案资料 这些我通通有非常清楚的 接收日产结束以后 没多久 国民政府败退到台湾 败退到台湾以后呢 这个因为整个情势的关系 因为反共的需要 确实有一段时间 国库跟党库是通的 所以有一个民进党的年轻人 拿出一个文件 是先总统讲公亲自批的文件 批了一千多万交给省党部 作为党会使用 他们就拿这个文件来做文章 说这个就是证据 如何如何 国民党当时如何如何 如何附带 如何A党产 总统 后来我就回那个学生 一个数字 我说国民党 政府拨给国民党一千万 没有错 你的资料是对的 我也查过 可是你知道那年 国民党花了多少钱吗 他说不知道 我说花了四千多万 花了四千多万 不够了 结果国民党 政府拨了一千万 帮助国民党推动党务 推动党务 也等于是替国家做事 替国家服务 把最后这个党产问题 发展到李登辉时代 起了一个大的变化 在李登辉之前 所有的党党费 不管是党员缴的 或者是木来的 只有一个目的 就叫党务经费 做党务用的 可是李登辉时代以后 就把这个党的财产 来作为一个资本 来经营事业 所谓党营事业 党营事业有一度非常非常的蓬勃 党营事业本身 当然是不对的 可是我认为 李登辉的行为也好 刘太英的行为也好 这个不代表国民党的传统 他们的行为是个人行为 所以我也建议 我也多次的主张 对于国民党的党产问题 国民党应该把它 所有的资料都开放 开放以后 供国人 全国的人 包括民进党的学者 来研究 来研究 党场我相信 它的来源也好 它的使用也好 在正当性方面 在对国家的贡献方面 是经得起考验的 是可以问清无愧的 何况 在 马英九时代 有这份东西 我们对党产的处理 非常严谨的 自我检讨 自我约束 然后已经归还了 很多当时 马主席认为 不当的财产 而这个 党产呢 由监察委员 华鸿雄先生 他做了详细的分析 他仔细的阅读过 最后的结论 使这个报告非常公正 所以面对这个党产问题 现在已经变成 国民党的原罪 对这个问题呢 我希望 由国民党 或者由一个学术团体 出面 召开一个学术研讨会 国民党党产的学术研讨会 一次解决 尤其是党产的使用 国人大多数都不知道 我在多次跟年轻人的演讲的时候 我提到 当初投资台积电 当初中山奖学金 甚至于后来的民族服务社 这个都是花国民党的钱 很多小朋友听了很感动 那么尤其是党产使用方面 这些资料希望公布 那么尤其是基层党员 我想从基层出身的 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 过去的大安区党部的周主委 现在中央平民委员 他做过民族服务社的理事长 当年国民党在最基层 急难救助方面 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这个是我今天的报告 希望大家指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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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